在志工回台精进 马来西亚 菲律宾都讲英文 幕后功臣在这里 因控制力及时口译 我自己是对上人法 是百分之百坚信 也就是说 佛法必须要走出来的 你要去行 旅居美国多年 王淑敬三年前回台 五十多岁提早退休 是为了兼顾行善行孝 我那个时候最后的一个职业 在美国是中医师 就自己有一个小诊所 可是就有一次在电视上 有听到上人讲 他年纪大了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妈妈有一阵子 失智蛮严重的 王淑敬做志工 高龄八十八岁母亲也一起来 安安静静坐在旁边抄金 常常我出来也是需要妈妈成就 她还蛮乖的 我只要一本金败 她就很乖 我妈妈都在等候鞋 里面缓着我来的事情 你这里去去走 要回头再给她画一下 要给她带 不要放弃要带走 她四十多岁开始学佛到现在 我觉得她不能说 因为她老年 她开始不清楚了 我们就把她丢着 不管她 我们自己冲 王淑敬平时是人议会成员 有精进课程时 就全心投入口译 以她多年的学佛素养 为海外志工做最精准到位的翻译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林林立 纪月黄 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下有点赞